台北股市目前下跌35点来到10541点 成交值634亿 大盘目前走势连线资深分析师林长颖说明 分析师好 是 各位投资部长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么早上行情开低了之后一度的翻红 但是在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这个翻黑的情形 表现相对抗跌的像生息医疗类股的话也是抗跌 那么像中华国光森怀特这些的话是小股 但是他们占指数的比重都不高 那么百货类股的部分表现也不错 像同一超圆百目前是小红的情形 至于在弱势的部分像可曾跌了3.9% 另外红海红准的话都跌了1.8%左右是拉回 今年以来涨幅以大的造质类股 像荣成跌了超过2%也是出现回挡的情形 大范微卖的张数1882万张 微卖的张数950万张买单是多过于卖单 在亚洲地区的部分目前至今指数是在平盘 韩国下跌0.08港股上涨0.25 大陆上升中卧指数上涨0.06 是一个涨跌附近幅度都不大的情形 台股表现像在这两天相对的弱势 不妨战后行情直接回稳 谢谢您收听 我们将现场交换给主播 谢谢资产分析师林承映所提供的说明